赶到现场 发现三名驾驶员被困于车壁等待救援 救援指挥小组当即派出三名消防官兵 带着救生圈和导向绳 驾驶 由于水流湍急 冲锋舟几次差点被洪水打翻 经过一番努力 救援人员最终将他们两人救出 随后 三名消防官兵开着冲锋舟去营救最后一名被困人员 由于倾斜的挖掘机已经在河水的冲刷下形成了漩涡 冲锋舟无法靠近车体 抢险救援指挥小组火速调来一台大型起吊车 几分钟后 司机终于成功脱险 就在这时 上涨的洪水已经将挖掘机全部淹没 泥石流抢险现场再次出现险情 违宴随时面临溃绝危险 车厢因为受损并不是特别严重 那么所以今天通过这个铁轨被分别拉到了广汉火车站和德阳火车站 进行这个车体的修复和恢复工作 那么预计今天下午整个现场的抢险工作将结束 那么下一步的重点将投入到保城线下行线的线路恢复上面 我们也了解一下整个恢复还是有一定难度 那么主要有两个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那么下行线 1300名旅客已经迅速转移人员上网 昨晚9点K165次列车的乘客被转运到成都火车站 并得到妥善 空中俯瞰 暴涨的河水淹没沿河两岸 村中电杆只剩下半截 再得知甘西镇建塔村围困的寿安镇武惠村空投食品饮用水 受18号晚间强降雨的影响 熊来市回龙镇大部分村庄成为一片泽果 一千多人被困 四川省军区